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么画彩线饮料杯的 我告诉他太普通了 于是教了一个简单又装到的画法 首先我们先用铅笔把冰影的大概高度和宽度定出来 然后再用直线把冰影的大概轮廓切出来 再加上菠萝和吸管 这样我们冰影的形就齐好啦 用蓝色彩线描一边形就可以把铅笔搞擦干净了 然后双击屏幕我们开始上色 先给冰影整体铺上一层浅蓝色 然后再用深一点点的蓝色加深暗布 注意一下把高光流出来 再用浅绿和深绿画一下吸管的颜色 接着我们用灰色把杯口和杯底也画出来 同样记得留出高光哦 再继续用深蓝色加深冰影的暗布 加深完之后我们用红棕色和橙色把菠萝的颜色也加上 画完之后我发现灰色的部分稍微有点深了 咱们用橡皮把灰色部分擦浅 再换一个浅一点点的灰色 然后再晕染一点点蓝色上去 后面我们只需要再稍微调整一下 冰影的暗布细节和杯口 再点上高光 这样我们的冰影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